好我们来看央房打房又有新招 万传下个礼拜四要召开第二季的礼监事会议 要把管制的区域再扩大 现在连新北市的五谷跟泰山也要被管制了 为什么呢 他们的原因说因为这里的预售屋比较多 从2005年来房价整整涨了一倍 房众认为央行的动作很可能让当地出现红单的抛售潮 降低炒作风气 又是扛棒又是旗帜 政府打房再出手这一次要扩大范围 去到五谷这一带呢 这边有一整排的预售建案 现在都是央行下一波的打房目标 挑上五谷泰山因为这里全都是预售屋 也是比较开始晚期涨的地区 目前新屋房价已经比2005年涨了一倍以上 央行针对性的审慎措施 虽然没有办法立刻紧缩到投资客的银蛋 但有可能触发当地红单抛售潮 让炒作风气收敛 因为投资客可能两年后交屋的时候 没有办法顺利取得银行贷款 所以会急着把手中红单出托 甚至降价求售有赚就好 预售屋的红单交易 确实让很多有心人士有操作的空间 那也因为呢 在近期包括是五谷的周紫阳还有泰山18甲 这几个地方 近期看到比较多的这个红单的一个交易 所以也让大家担心说会不会被成为下一个这个交易热区 目前央行房市的管制区域包括了台北市 还有新北市的板桥 三重 新庄 中永和 林口 三峡 等13个区域 如今再加上五谷泰山 房仲业者认为 确实会让蛋白区的房价开始松动 蛋白区甚至蛋壳区交易呢 虽然也下降 价格呢 也呈现一个停滞上涨的一个状况 甚至有微幅下跌的一个情况 目前不少地区成交量已经开始下滑 开价也已经下跌一成 毕竟现在是打房风头 但今华地区何时能看到成效 才是民众最期待的 三星无愧您的新闻调道